根据媒体人爆料 国足新帅李肖鹏教练所基本搭线完毕 正值 李金宇 赵俊哲 邵嘉宜 孙湘 李雷雷等一批优秀前国角 将进入国足新教练的 好家伙 这是准备国角步行教练上场第一 作为主教练 李肖鹏也是压力沉大 团队的一堆助理教练 可不都是自己的技能 一旦成绩不佳被吓了 立马就能有熟悉球队的教练员递上来 当然 这也是足协在向外传递信号 国足未来将走上本土主帅执教的道理 这几名前国角练 正值虽然是一名菜鸟教练 但他执教成绩不错 六轮三胜两瓶衣服 上场能当球员 下场就是教练 李金宇的执教经验相对比较丰富 曾担任女足部教 后又曾效力过山东队 石家东永昌 沈阳队 江苏苏明等 当过管理层 也执教过球队 先带领武汉队也打出一波连胜 激活了球队风险 少嘉一退役后 一直致力于轻取工作 为国字号球队服务 目前是足协职委会成员之一 孙翔退役后 则进入了上海海藏管理层 这几人谁更适合成为国族未来主帅呢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